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先把它先进行 这个就是一把 一把 一把两块钱 安徽定远 这个贝杰小巷里面 藏着真正的民间美食 是不是前面这个就到了 这个就到了 哇 伞子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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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伞子 你这个伞子现在是怎么卖的 是两块钱一把 一嫩把卖是吧 两块钱一小把 这一天要砸多少 这一天啊 一天一磁多的嘛 一点的 少一点嘛 三四十斤 哦 大概砸多少个这样的伞子呢 啊 砸多少个这样的伞子呢 那多少个 嗯 这张可不够 啊 没有统计 有几百 几百个吧 几百个吧 几百个啊 八百个有没有 差不多 八百个 嗯 这里面砸的就是两把是吧 嗯 这两把 哦 一下锅就是两把 这个是一个 时间活跟耐心活啊 对 这个要 两口子配合得天衣无缝啊 你这一天手下来的话 酸不酸 习惯了 习惯了 习惯了感觉不到 呵呵呵 做了十几年了呀 是的 做了十几年了 嗯 这个手法 快鱼闪店 七年流水 鸡肉 哈 鸡肉 湯 这一家配合好 这三十 那比呢 有五十的 有四十五的 六十 八十 你瘩了多钱啊 你瘩了ahan 你瘩了这些好钱 我们在这边 在这边砸了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四五年了 每天都这样 反正早上三年多起来 中午一般到什么时候休息呢 中午一般到什么时候休息呢 中午十一年了 新鲜出的伞子 哎呀 好脆啊 一口下去嘎嘣脆啊 这小时候这种熟悉的味道 经济时刻啊 这个是两块钱一把 这样一把 看这么多 两块钱 酥脆 然后淡一点淡淡的这种咸味 小时候的味道 焦香酥脆 这是一过来买是吧 一次买多少啊 我们的醋吧 是吧 哦 经常过来买是吧 嗯 他们家伞子味道怎么样 挺好吃的 嗯 老夫喝的评价 八块钱 两块钱一把 是吧 八块钱 两块钱一把 是吧 八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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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钱 八块钱 一块钱 冬金 八坡 这个天冷的是晚上盘好 哦 如果热水的话 晚上晚上要十二点就要起 哦 嗯 这盘面里面放的是一种油 是吧 对 这是油盘条 嗯 有的是面盘条 这叫油盘 我上次就会炸 塞了多少钱吧 粘 三点吧 是吧 拿三点 好的 早上主要炒饭店送的东西 哦 每天早上吃饭店 现在菜市不是饭店 拌到那个新菜市了吗 每天早上都炒新菜市 哦 这个酒店里面像有些火锅 有些花还用这些东西 给它用三个炒豆芽 炒青菜 对对对 给它炒菜 给它下牛肉壶里面 你这虽然是个小生意 但是你们把这个小生意 还做得比较大 说十几年了 十二十年吧 你们几个小孩啊 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现在多大了 小孩子上大学了 上大学了 嗯 看到你的年纪都三十来岁 你的小孩上大学了 马上就五十岁了 马上就五十岁 五年就四十八了 五年就四十八了 哎呦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是不是天经吃伞子皮肤好啊 小孩上大学 大学毕业了没有现在 今年马上就毕业了 马上毕业了 是在哪个地方上大学 河肥 河肥 那离家也比较近 对 在河北给他买房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 那靳远呢 靳远买了几大房 靳远没有买 没钱 哈哈